一部说会严格监督中火 一定会减污减排 那会不会是空头指标市长 是 到现在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的承诺 或是白紫黑字的承诺 我要再次提醒中央 过去的这个中火一期呢 是增一 增一气拆一煤 那这样的话空污才会减少 或至少为止平衡 那现在第二期呢 增加四部燃气机组 却没有减煤 所以它的中国的污染量会增加 只增不降 那也因此呢 我们强烈的表达 二期应该要比照一期 增气就要拆煤 那另外我要特别提醒 中央这样的部署 也不利于国家安全 因为国家安全的上位计划 能源必须分散 不能够集中 能源过度的集中 第一个容易引起敌人的攻击 第二个一攻击以后 整个台湾地区的电力 整个台湾地区的这个安全 就会受到大面积的破坏 大量的影响 所以佛家的安全上位计划 本来能源就要分散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 虽然我们对于 对于这个司法系统并不乐观 从大法官的作为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目前我们对司法 没有信心 但是我们还是会研究 如果要必须要走的程序 我们还是要走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研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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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